中美关系关乎两国人民的负质 也关乎人类和世界的前途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中国始终保持对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始终本着对历史 对人民 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来处理中美关系 我们的立场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原则 相互尊重 合并共处 合作共赢 这即使对中美关系半个多世纪经验教训的总结 也是对大国交往规律的把握 应当成为中美双方的共同遵循和努力方向 具体而言 相互尊重是前提 因为两国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不同 只有尊重和认可差异 两国的交往才可持续 和平共处是底线 像中美这样的两个大国 发生冲突对抗 后果是不堪设想 合作共赢是目标 因为中美我们携起手来 可以办成很多 有利于两国 有利于世界的大事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